如何追死的作业 可嘉妹 可嘉妹 上车 哎 你怎么在这儿 我带你去看病啊 看什么病啊 你才有病呢 哎 不是 你那个眼睛都红了好几天了 你看 你不得去看一下呀 哎 我今天去看 我还得上班呢 哎 你请个假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突然请假啊 这不该走了 早上请假很正常啊 你说你你你小区被封了 对吧 哎呀 怎么走了走了走了 不是不是 你这也太突然了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 现在才9点钟 不早 很早啊 不是 你非得钻这个漏洞吗 不是 那个医生 医院 刚才告诉我说医生可以约到了 然后这个约费挺贵的 对吧 你还抱我约了医生啊 对啊 那你要是不去 那这钱不就打水票了 是吧 可是 哎呀 别可视了 走了走了走了 而且我跟你说 我有车的 你看 很快 一个小时就搞定了 来 上车 那个你再等我一下 我就告号啊 啊 你不是已经挂好了吗 我不这么说 你怎么会来啊 哦 你咋这么乖了 你不气我骗你啊 哎 你说我眼睛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呸呸呸 呸 快 你呸三项 呸三项 呸三项 呸呸 呸呸 呸 你这么健康怎么会有事呢 你肯定就是 啊 熬夜了 皮泪了 啊 冲血了 你已经湿了 啊 别别紧张啊 等会我陪你进去 好吧 是要低的 你知道吗 你说还好 我们来看了吗 脚薄严 那不看 那时候更严重的怎么办 对吧 走吧 走吧 哎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我请假了 你也请假了 我陪你看病 我不要请假了吗 哦哦 对 你们领导真好 这种理由都给你假 哦 我说我陪我女朋友来看病 谁是你女朋友呀 那我说我陪我邻居看病啊 他肯定会觉得我多管闲事了就不批了 是吧 哦 哎 不过我这种螺丝钉就算掉线半天也没事了 其实 嗯 嗯 哎 那 那要不我请你吃午饭吧 正好现在都中午了 哦 吃饭呢 我估计不太行 我就请了上午的假 我等会送你回去 我就得去上班了 你不是说 就算掉线也没关系吗 嗯 那掉线一会是没关系吗 那等会人家都要推到水晶了 那就不行了对吧 啊 嗯 不是 就是 那这样吧 你先牵着吧 好吧 然后我们下次再吃 怎么样 好 走吧 走吧 这不就拿你了吗